透過畫面看到警方以優勢警力 逮捕湯姓邦派分子 当时他正要去宜兰三星监狱探监 同步警方也到新北市中和邦派据点搜查 破门攻坚 发现大量证物 来看当时情形 邦派堂口挂羊头卖狗肉 虽然名义上是开发公司 但实际上派旗下小弟 故意和附近店家发生消费纠纷 再以消费纠纷的名义勒索 要求店家每个月给一到三万元的保护费 如果不给钱就砸店 包括汤姓主贤在内一共七个人 其中五名嫌犯征讯之后 已经遭到羁押